台湾的云端供应链角色 台湾有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加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随着各国寻求供应链多元化 台湾在半导体行业的作用被视为地缘战略杠杆 台积电的扩充 台积电正在美国和日本建设晶圆厂 并考虑在德国建设一座工厂 此举旨在加强供应链并缓解台湾资源的压力 基础建设的挑战 然而,台湾在基础设施方面面临挑战 特别是在劳动力、人才和电力方面 改善电网被视为战略、军事、社会和经济问题 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 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 台湾放宽了移民法 并制定了吸引外国人才和国际学生的计划 但是,需要更强有力和开放的移民政策 来吸引更多的人并有效地管理劳动力资源 人才循环 台湾可以通过加强与美国的经济联系 来利用人才循环的概念 许多海外留学的台湾人带回知识 为台湾的发展做出贡献 然而,台湾人面临土地、电力、水、劳动力和人才短缺的问题 政府已将劳动力、人才和电力确定为重点审查领域 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云技术提供了提高竞争力的机会 云技术的好处和风险 人工智慧和机器学习等智慧工具 可以帮助供应链管理者快速应对中断 然而,这些工具的使用也带来了网络安全风险 台湾对网络安全的承诺 台湾认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并制定了网络安全管理法 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联合网络工坊演习 Code表明了双方应对网络威胁的承诺 台湾安全软体的机会 台湾有机会将自己打造成值得信赖的安全软体来源 鼓励本地IT公司采用质量验证工具 对于获得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台湾作为改进技术设计的中心 台湾可以作为与不同参与者合作的中心 展示各个领域改进的技术设计 注重目标和结果的网络安全框架 将有效推动进步 台湾建立信任的机会 由于担心安全后门 对中国技术的信任已经减弱 台湾可以利用其与硬体 和半导体行业主要参与者的联系 将自己打造为值得信赖的安全软体来源 总之 加强网络安全和投资云技术 可以使高科技行业受益 并创建更具弹性的供应链 让我们继续优先考虑网络安全 并发挥台湾在科技行业的优势 BGM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